HELLO 大家好! 今次有些特備新聞給大家報導下 麻煩啊啊啊女兒! 派錢申請方法揭中 6月21日父親節接受登記 一萬元最快一星期到手 港府於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 向全港18歲或以上的永久居民派發一萬元 涉及約711億元公帑 目的為刺激港人消費 增加本地經濟動力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今日 舉行的記者會上 正式公布現金發放計劃的申請方法及細節安排 陳茂波宣布一萬元計劃 由6月21日開始接受申請 至2021年12月31日為止 市民可以親自前往銀行或郵局申請 郵寄書面登記 或者透過電子登記 合資格人士將通過銀行戶口 或以支票形式領取款項 上述三種申請途徑需時不一 市民選擇書面登記的話 可經銀行或郵寄自由商182020 由於書面登記處理需時 由登記至收錢大概為時三星期 另外 本地21間銀行將會提供電子登記平台 市民可以透過有關銀行網站 或者網上理財服務進行登記 款項將傳入申請人資電子帳戶 市民只要於6月21日至6月30日成功登記 最快可於7月8日陸續收到款項 7月1日或之後以電子登記 則只需一星期便可收錢 6月21日是星期日 當日也是父親節 陳茂波指屆時參與銀行旗下分行 以及郵局軍會配合營業 讓市民領取及繳交表格 而電子登記則於早上7時正開始 他建議市民如想盡快收錢 應盡量使用電子登記 他最後呼籲市民收到1萬元後齊齊消費 振興香港經濟 21間參與銀行名單如下 好 今天先看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4日nect華 на被告 27 pasti 20 4》 20 20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